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绘制这图形 对 那其实这个结构呢 它就是什么 就是有三个半圆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先绘制出这个大半圆 对 就是有个三角 制造成要形 那接下来呢 在半圆上点一个点 就构成制造成要形 然后这里呢 再点圆形 那接下来再画两个半圆 所以这样子 就可以把整个画出来 好 一开始打开Josha 出入圆形O等于这个00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这个圆的半径是1 那我们A呢 等于O加上-10 用这张词写就表示说 A呢会随着O而动 然后这边就放大 那接下来呢 B呢 就等于O再加上这个10 好 所以B就在这边 那我们把这网格呢 再把它藏起来 那接着呢 就是以什么 以O为圆形 画一个这个圆弧 画一个 好 那这个圆弧呢 我们就CercularArc 我就把它叫CA的OVA OVA CercularArc 好 那这时候是OVA 对好 这样就连起 连出来 那你可以用这个 用中文的指令 用圆弧 这样子也可以 OVA 好 那可以看到 它这是胡敞告3.14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边再连起来 所以是SAV 等于这个 segment AV 这边就连起来 那接下来呢 在圆弧上找一个点 对好 那这个点呢 就是叫做P 那等于Point 然后这是刚刚的这个圆弧 CA的OVA 好 所以这时候P呢 就可以在这圆弧上动 对好 那这时候把这个边连线 SAP 等于segment AP AP SVP 等于segment VP 那这时候这两个边呢 就建立了 那接下来 我要再画这个半圆 那就是先把这个圆心 先标出来 所以 AP的这个终点 对终点叫C 终点要怎么取呢 对 对就是相加除二 就可以得到终点 A加P除二 好 然后接下来D的话 就怎么输入 P加B除二 对对好 就P P加B再除二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画这个圆弧 好 那再画圆弧的话 那我们一样 这个CircularArc 就是我东西A 然后的CPA CircularArc 好 对 然后这上面这个 然后中间 然后接着呢 就是那个P加A 好 然后接下来再画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话就是那个 以D为中心点 然后VP D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时候是那个 这样 VP 好 这样这个半圆就出现了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这时候 这个动的时候 这两个半圆就会动 好 然后我们再把 呃 这一段呢 我们再把 这把中间这大圆 再分成两部分 好 所以我们这时候再列 建一个这个 CircularArc OPA 好 那就等于CircularArc 好 然后接下来在右边的 这个OVP 这一段 所以这是那个 OVP 然后就是 OVP 好 那我们现在 这里就有非常多段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上一下颜色 让它比较清楚 好 所以这边再按设置 然后再来那个颜色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左边我们把它用这个橘色的 然后还有刚刚这个 OPA 这边也是把它拿上橘色 好 然后接下来 OVP 这里是粉红色 好 然后还有这个 DVP 也是粉红色 那原本这一段呢 可以把它藏起来 好 那所以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 好 然后我们这边再放大点 那一般来说呢 这个标签呢 我们都会用协题的 所以我这边可以点下这个 然后按设置 对 好 那我这标题呢 就把它用这个 前A 好 这样变成是 这里再改成 前B 好 这个标题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就是百分号N 百分号N 就是显示它的这名称 好 所以这边我这样子 全部每一个都可以用百分号N 那只是它这时候 变成这种协题的这种字母 那这里也是一样 好 就百分号N 好 那所以这样子 第一段呢 就这样子就完成 对 所以刚刚这里最主要的概念就是 画圆骨 然后还有圆骨上一点 对 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用这个 前号百分号N 前N 对 让它这边呢 可以变成是斜题的标签 好 所以第一节就这样子 那接下来第二节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上颜色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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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